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塞夫丁纳苏申 今天颁发公民权批准通知书 与35名大马级妇女在海外所生的孩子 他表示随着获得公民权 他们正式是马来西亚公民 亦是昌明大马大家庭的一份子 他指出 今日获得大马公民身份是大马级妇女在海外所生孩子 根据联邦宪法和现行立法申请并被认为复合公民资格 其中申请者包括在中国 香港、台湾、英国、加拿大、丹麦、印度等出世 有些申请者申请了7年、10年甚至是11年 他说这些申请是在联邦宪法第15、2条文下处理 一旦修订联邦宪法第141B条文 将母亲一词列入其中获得通过 这些孩子能通过法律获得公民身份 他指出无国籍孩子面对无法上学及医疗费用高等问题 另外 他表示 申请者被拒绝的原因也包括安全因素及父母的因素等 循集申请者此次因资料不齐全 未能通过该申请后 是否能再次申请 他表示可以 目前 根据我国联邦宪法第15A条文规定 政府有权将21岁以下人士登记为公民 而副表2第三部分 第19B条文则规定 政府有义务自动授予七英公民权